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去新疆 也是坐长途车 新疆的长途车也印象深刻 那也是八几年 坐这长途车 这全车 我说的长途车 就是咱们现在的公共汽车 但是它这车有一特点 全车就一块玻璃 就是司机前面 那有一块玻璃 挡风 要么司机受不了 其他的位置连副座上都没玻璃 这车是通透的 就跟坐卡车没什么区别 新疆的八月份 那热风 我告诉你就甭提了 直接就跟天天的 拿那热吹风机吹你似的 我那时候因为人生地不熟的 去买票是第一个买票 那买票特逗 那种长途车它是对号的 我上去就是一排一号 一排一号就是上车以后 你坐在司机后面 你是开贴着左侧 第一个座 这边没玻璃 我刚才讲了 全车没有任何一块玻璃 那车行进起来 就算速度慢 那热风吹的你也受不了 我当时还在发愁呢 我这一坐上了 上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大叔 看见我说你嘛这块我嘛这块 他跟我换座 我就坐他那二号 我这就有点高兴了 你看他跟我换这座 他喜欢贴着窗户 他不怕风 但我怕这风老吃的 像我这种细皮嫩肉的 很容易给吹春了 所以我就愿意坐中间 那风就小很多 结果这车就一路开着 开到哪儿呢 我记得特清楚 过了阿克苏 突然下暴雨 你知道新疆这暴雨 才叫暴雨 它下暴雨的时候 瞬间整个天地都是黑的 什么都看不见 那不是下雨 是往地上倒水 这车窗上没有玻璃 这水就全进了车了 一边进车一边往外流 幸好这车有个顶 这车要没顶 那就惨透了 没顶是什么车呢 那就是你去巴黎 游览观光的那观光车 你看那城市里 老有一只观光车 那顶上坐着一层人 那没顶 那下雨的时候准跑了 然后我这时候 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因为你在窗户边上 人都基本上被焦透了 我就跟维族大叔说 我说要不然咱俩换回来 你看维族大叔仗义 他就替我挡着 转身替我挡着 那雨打得都没地躲 坐这样一趟车 整个车上基本上都是维族人 就我一个汉族人 他们都对我好着呢 那时候我拿着相机 拿着相机 那时候有个200焦距的长镜头 现在200焦距的长镜头不算什么 那时候都很少 这么多人就问我 这什么东西 我说这是照相机 给你瞧瞧 然后他们说望远镜 望远镜 就很有意思 就是很容易沟通 新疆地广人稀 就是不到新疆 不知道中国有多大 这话一定是这样的 你到新疆你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 那车开成一片笔直的路 永远开不到头 中途 这个长途车他会下车吃饭 一吃饭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特有意思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老有这种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就一饭馆 然后司机就告诉你 吃饭吧 下一个地方六个小时以后了 就六个小时以后了 你不吃不行 坐长途车特别饿 因为你车老颠 你一颠你这个肌肉 就不停地控制自己 所以你很容易饿 我当时下期没什么吃的 就是一盘子拉条子 新疆的面食拉条子 然后下来几个维族人能喝酒 上来就说有酒吗 那你说没有酒 没有酒 然后就一人拿了一瓶葡萄酒 那葡萄酒一瓶 打开一人先喝一瓶 把瓶子一搁开始吃 育虎说 你很能喝酒吗 他说这是酒吗 这不是酒吗 饮料吗 饮料吗 你看新疆人他都认为 那葡萄酒就是饮料 你看那维族人那酒量大 那我们肯定不行 你这羊头就是一瓶下 你肯定晕了 你能喝也晕了 那时候的车的条件不好 住宿条件更不好 我去的新疆当时的算是驿站 那个住宿 那个房子没有窗户没有门 都是窗户矿子 门矿子 有灯的没有开关 一人一床板上面什么都没有 自个儿枕着自个儿的书包 不脱衣服躺下 这就算旅馆了 这就是年轻书的履历 所以说要走万里路 你不走路 你真的不知道 你自己多么能够吃苦 我才能够吃苦 那你就能够吃苦